湖南卫视和性主持人被抓,毛头指向喝酒,网友,要正老师了,都说娱乐圈最近中了血风,一点莫错,先是范冰冰事件,又来陈宇凡西毒事件,然后是李小璐,薛之谦事件,现在又爆出湖南卫视和性主持人被抓,毛头指向了喝酒,对此真的很想说娱乐圈到底是怎么了,早有一张嘴,被闻到处飞。 娱乐圈作为一个复杂的圈子,其复杂程度让人难以想象,喝酒作为湖南卫视主持人的佼佼者,享有很高的声誉,多数人都敬佩他,他的工作能力和职业操守,都得到了社会上的认可,很少有喝酒的负面新闻出现,在这个复杂的圈中还能保持这样的心境是非常难得的,不过想避免一些绯闻还是困难的, 这不近日就爆出了一和性男子因为条长被抓,毛头就指向了喝酒,一时间朋友表示发生了什么,看到这个新闻之后,多数人是震惊的,毕竟新闻的标签是湖南潮沙,喝性,主持人,这些和喝酒的匹配度相似, 因此大家都不约而同,对号入座了,一时间和酒的去向和做什么事成为趋光群众关注的焦点,可是和酒在第一时间就自社交平台上辟谣了,发布动态说明去向,证明自己不是新闻所说的主人公, 和酒现在这么话剧,在全国的地奔波,并不在乎难掌杀,所以这就用实际行动,证明了自己的清白,和酒这种方式既没有正面回应出轨,也证明了自己的清白,不愧是情商高,智商高的主持人,确实让人敬佩,实际上大家还是相信和老师的, 对于这样的菲文谣言,大家只是当做一个笑话而已,看看就好,不必当真,毕竟和老师的为人谁还不知道,在住世界这么多年,简直是林菲文的存在,针对此次事件,有网友表示相信和酒,还有网友表示,只有开始整合老师了,面对娱乐圈事件一波接一波,谁又能轻易被网络上的谣言骗了呢? 对此,你有什么看法,你相信和酒的人品吗?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,如有,请联系作者删除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